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 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 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非常的短 只有六节 这乃是一首向神所发出的称谢之歌 我们来把这一篇短诗分一下段落 我们按照一节和四节出现了两次 在那日 因此就将这六节的诗歌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在讲 蒙恩得救的人向神称谢 神伟大的救恩 第二段是在讲 要称谢耶和华 并将他的美名传于外邦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是头三节 经文这样说 到那日你必说 耶和华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 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你又安慰了我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 并不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昨天读了前面的第十一章 里面讲到弥赛亚末后的日子 伟大又荣耀的掌权 他的信实 慈爱 公义公平 不单是实行在被救赎的百姓之间 他的怜悯恩典 还会延及到自然界 另外 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 也会树立大旗 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以色列的神会成为列邦列国的神 并且神的荣耀还显明在 那原本散居在万邦万国当中的余圣的子民 将会像又一次神领百姓出埃及一样 神会向他的子民显明神迹 给他们预备从万国当中归毁的道路 正是因为第十一章 经文里预言了神伟大的作为 因此到了第十二章 经文就向神发出称谢 这个做法很像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 并过了红海 神人摩西便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一到十八节里 颂赞了神伟大奇妙的拯救 在做法上 两处的经文都是相同 可以说十二章的 只有六节的短诗歌 就是对十一章 弥赛亚掌权及神带领子民归回 这伟大作为的回应 诗歌虽然短又简单 但其内涵却很丰富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经文具体怎么说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三节 这一段所注重的乃是蒙恩得救的人 个人在神面前的回应 经文中所讲的人称 乃是你 我 只有第三节出现你们 第一节的经文说 到那日 你必说 耶和华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 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你又安慰了我 经文首先提到了 到那日蒙恩得救的百姓 会以每个个人的角度 向神发出称谢 而称谢神的原因是 伟大的主耶和华 虽然向我曾经发怒 但如今 神的怒气却已转消 而且 那受管教和惩治的人 已经得到了神的安慰 神向人发怒 绝对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乃是神的子民 尤其是犹大百姓 犯罪得罪神 但神向人发怒 并不是要将人全人消灭 在诗篇103篇第八节 第九节说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神有发怒的时候 也有怒气转消的时候 因为神的怒气转消 那民中余圣的人 才得以重活 就如同耶利米哀歌 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所说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 他的怜悯不但不致断绝 他甚至还会向 余圣的子民主动发出安慰 在后面的经文 以赛亚书四十章 一节和二节中说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又向他宣告说 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 他的罪孽赦免了 他为自己的一切罪 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 前面可以加上括号 里面放上两个字 曾经表示神的子民 曾经从神的手中加倍受罚 这已经成为过去时 如今所得的便是神的爱和安慰 因为有神的赦免之恩 又有安慰和怜悯 第二节 诗人就大胆的宣告说 看那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 并不惧怕 从前当神发怒的时候 那得罪神的子民 怎能不怕他的怒气 但如今因神的拯救而带来的安慰 已经临到了神的百姓头上 百姓既然也就从神那里 得到爱赦免和安慰 百姓便在神的面前不知惧怕 这乃是由于神的赦免之恩 所带来的选民生命当中的 平安和喜乐的经验 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了 成为了稳固的确具 先知还说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当人跟神的关系修复 神是灵 就会成为那 倚靠他的人的心里面的力量 而且会成为他心里和口中的诗歌 随时都在唱诵 神的名也时刻的都在被颂扬 先知说 神的子民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稳固可靠的 因为神成了我的拯救 这拯救就意味着 神的救赎之功是坚定 并且永远有效的 就像是哥林多后书 一章十节保罗告诉我们的 他曾救我们 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他现在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 还要救我们 由于得救的百姓 与神的关系 如此的确定 稳固 过去破裂的伤痕不在了 神和人之间的隔阂 已经被除去 所以百姓就可以大大的 在神面前蒙恩 第三节就说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 从前是取不到水的 因为雅各家已经离弃了 救恩的磐石 他们曾经去投靠那亚报偶像 以及外邦的假神 他们为自己凿池子 就是那破裂 不能存水的池子 这都是由于他们离弃了 耶和华神 做他们活水的泉源 大家可以看耶利米书二章的十三节 但如今神的百姓又转向了神 那又公义又圣洁的余术 已经从所离散散居的地方归回 他们如今都认定 只有主耶和华神 乃是他们得救的磐石 那信的人就可以从这 救恩的磐石当中 欢然取水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神曾借着摩西击打磐石 使磐石出水 让以色列人干渴的生命得饱足 大家参考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 还有诗篇的一百一十四篇的第八节 另外诗人大卫也在耶和华的殿中 喝了神乐和里的水 在西约圣经中 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救恩的全员 他曾经在雅各井旁 与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生命的活水 而他就是那生命的活水 大家可以看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那信的人若是能得着这伟大的救恩 也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按照主耶稣自己所宣称的 那信的人就会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人要从耶和华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的磐石中 不但得救恩的满足 还会得圣灵活水的滋润 我们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还看到 神界先知邀请人说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救进水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银钱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接下来第二个小段是四节到六节 第四节又出现了在那日 经文接着说 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 提说他的名已被遵从 在第一节 神界先知是鼓励到那日 你必说什么话 而第四节 神就界先知来鼓励到那日 你们要说什么话 第四节到第六节 是鼓励那余圣归回之民 整体要在神面前 做感恩和称谢的回应 蒙恩的人 当对神的恩典 做回应的方式是 向耶和华予以称谢 称谢他伟大的救恩 奇妙的救赎作为 从这个方面来看 在诗篇当中 很多的诗都有如此的表述 像是诗篇150篇 第二节经文就说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为神的子民 给神儿女所成就的一切奇妙的作为 来称谢他 因为他所有的作为 都与神的子民蒙福有关 不但要称谢他 人还要求告他的名 神的百姓不再去求告 那哑巴偶像 以及外邦的邪神 他们乃是单单要求 耶和华的名 因为经过了很多受管教 被惩治的日子 神的子民就应该有了 一个重要的经验 那便是大魏所说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所浇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我们的口只提万君治耶和华的圣名 唯有他是他子民的靠赖 拯救 谈食和指望 不但称谢他 求告他的名 蒙恩的人当做的 还要将他所行的 传扬在万民中 传扬在万民中 是指神的子民 在嘴唇和口的方面 为神的作为所做的见证 人不但要向万民来传扬主的圣名 和他奇妙的救恩作为 甚至人还要在 甚至人还要在 他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这是诗篇150篇第一节 人要向万民 甚至宇宙万有 来提说一个宝贵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神的名 已经被遵从 他的名真被遵从 乃是在全地之上 也是在万有之中 在新约菲利比书第二章 九节到十一节 保罗就赞美主耶稣说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因此在这里 以赛亚先知预言了 伟大的神耶和华的美名 将在全地被遵从 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与父神原为一 他的名也为至高 并在全地之上被遵从 第五节 先知再勉励人 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事谱传天下 第五节的经文 最重要的就在于 强调了 神所行的一切事尽都美善 就如同在《创世纪》第一章中 描述他完成创造之功一样 他手中所做的 并借着他的话 所造成的 所有的一切都甚好 神向他的子民 所做的一切 真的是一切都甚好 哪怕他借着仇敌 曾给自己的子民带来 棍和杖的管教 刑罚和惩治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 美好的目的 是要让他的子民 从悖逆和犯罪的光景中 回转 能够归向以色列的神 所以呢 见过神 但能作为的人 也就是诗歌当中 称谢神的百姓 他们就会在实际 对神的经验中 看见神 属性 心意 计划 以及作为的美善 神向自己的百姓 所怀的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全然灭绝百姓的意念 神所带来的意念 乃是赐平安的意念 即便是有刑罚 审判 管教 也都是为了幕后 要使神的子民 有指望 所以新约 保罗就告诉我们 伟大的神 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那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 被招的人 大家可以看 耶利米书 29章11节 和罗马书 8章28节 大家在抄写的时候 可以使用经文的原句 第六节 告诉我们 西安的居民 当扬声欢呼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 以色列圣者 乃为至大 这句的预言 转向了西安的居民 也就是 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曾因为悖逆 被神大大管教 但如今 救恩和安慰 都已来到 在西方亚书 三章14节 又差不多类似的话 那里说 西安的民 应当歌唱 以色列亚 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民 应当满心 欢喜快乐 这都是由于 神荣耀的救赎 已经成就 他美好的安慰 已经到来 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借着你的儿子弥赛亚 主基督 为我们成就 那完备的救赎 我们就像你的子民一样 曾被鞭打 如今得医治 曾经受罚 如今得安慰 所以我要投靠 救恩的磐石 来欢然取水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口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感谢我们的主